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特殊的凉菜 叫做爽口花生拌黄瓜 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自己拌的凉菜怎么没有饭店里的好吃呢 其实啊凉菜啊它的拌制方法很简单 但是啊也有很多的小技巧 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一种炸花生米的小技巧 这就是我的营养菜小秘密 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小秘密分享给大家 我们准备的食材有黄瓜花生米香菜和原葱 炸花肉米呢应该是凉油下锅 我们锅中加入凉油 然后啊直接下入花生米 好现在呢就可以关火了 将油控出来 花生米呢要自然的冷却 好我们先处理黄瓜 然后啊中间划一刀 再片一下 斜切 咱们将黄瓜放到大碗当中 然后啊我们将原葱切成块 也放到黄瓜也放到黄瓜的碗里 然后呢是香菜 放进去 好咱们呢再拍一点蒜末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炸好的花生米也已经凉透了 放到这个碗里 好我们准备调味 盐 白糖 苹果醋 香油 好 现在呀拌匀就可以装盘了 这么一道夏天食用非常爽口开胃的凉菜呢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含 呀 呀